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元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结构体的使用 是这样 咱们一般在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 一般都会分为几个层次 逻辑层数据层业务层等等 咱们层与层之间直传递的时候 一般用的对象 以前是类 现在用的更多的是结构体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直传递结构体的使用 它一般是用来做数据值的传递 对不对 尤其是层与层之间的直传递 一般咱们就采用结构体对象 都该怎么使用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的部分 好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一上来 package包 没说的 input format 这都没问题 然后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声明了一个结构体 声明了语法式 大家请看 type 然后是user 这个是咱们结构体的名 你可以叫person 叫user 叫等等 什么都可以 对吧 stuff都没问题 然后后面跟一个struct 再接下来一个大括号 里面分别描述 您这个结构体 所拥有的属性 比如说 像我描写了一个 用户结构体 我写上了用户名 对吧 用户的口令 password 以及用户的年龄 当然了 您可以写很多 今天我的例子 就给您举三个属性 OK 这样的话 咱们就声明了一个 用于做直传递的结构体类型 那么怎么使用呢 咱们看闷函数部分 闷函数 咱们整个程序的入口地方 咱们在这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 user类型的user1 这么一个变量 大家请看 结构体的使用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结构体名 然后跟上一个大括号 在大括号里面 您分别指明 每一个属性的值 这样的话 咱们就声明了一个结构体 因为我的结构体 有三个属性 所以说 我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name password age 我分别给了 三个属性的初始值 然后咱们通过下面这个命令 结构体对象 点 然后就能够分别输出 这三个属性的值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用来做直传递的 结构体的使用方法 咱们马上运行 试一下 今天代码运行 还是给您采用google的collab 咱们马上开始 把这个拷贝过来 今天咱们用的这个 够元的版本 还是1.1 5.1 好不好 然后拷贝上咱们的主函数 好 咱们试一下 先把它写成一个物理文件 然后执行它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出来直是 coma 12345678 我的口令一般都是这个 然后年龄25 没有问题吧 在这地方 咱们成功的实力化了一个结构体类型 并且给它付了初始值 然后咱们输出每一个属性的内容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够严重 咱们和其他语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指针的使用 对不对 OK 那咱们就看看 如何声明一个指向这个结构体类型的指针呢 非常简单 大家请看 u再1p p就是punter 对吧 一个指针 然后呢 让它等于 等于什么 大家请 这个地方 等于u再1的这个地址 u再1 它有一个 它自己是个变量 对吧 它会占个内存 对吧 那么我前面加一个at 说明 我要把这个u再1的这个地址 付给这个指针 那么这个指针和这个u再1 它们其实是指向同一个地址 那么我在下面 大家请这位置 我调用这个指针1p的 name password 以及age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它会不会是0 是空 还是说和u再1 一样呢 咱们马上运行销 指针的概念非常的重要 当时我们在去C元的指针概念 就是非常重要 没有之一的重要 然后今天咱们学go 一样也是非常的重要 没有之一 好 马上运行 当然go元最重要是它的并发 这个我今后会给您讲 好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我上面输出的是u再1 下面输出的是u再1p 但是它们的内容呢 却是完全的一样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指针 确实指向了u再1的地址 也就是说 u再1和u再1p 它们其实在内存中 共享内存 它们操作的数据呢 完全的一样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咱们给指针变量的属性 做一个负值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u再1的内容呢 学过C元的朋友都知道 一定会影响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它们就是一块内存 就是一个变量 这么理解就可以 咱们试一试 好 我考不过来 咱们给u再1p的三个属性 分别附上了迈克 I love you 以及20岁 然后咱们 大家请看我下面 我在下面 分别打印出u再1的值 以及和u再1p 它们指向的值 是否相同 马上运行 拷贝过来 只知道概念 我再说一遍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有之一的重要 这怎么多了 少个空格 我看 我这代码中 代码中就少空格 好 稍等 OK 好 咱们写成一个文件 然后咱们执行这个go文件 咱们大家注意看 值有没有发生变化 大家请后两行 后两行 这个u再1 还是u再1p 它们指向的值 已经变为了 麦克 Pasford I love you 年龄20岁 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 u再1和u再1p 它们其实操作的是一个对象 好不好 它们是按地址传递 按地址连接的 OK 这就是简单的 咱们在构言中 如何使用值传递 对象结构体的使用方法 它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 希望您能够掌握 好不好 OK 今天我的代码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testim咱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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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